一年一度迎接新年的時機又來臨囉 那老師相信在2020年 一定有很多人的運勢 非常的低迷 所以大家一定要利用 農曆年這個轉運的好時機 然後搭配老師所提供的 開運祕法 讓你在新的一年遠離衰運 然後好事年年 那因為每一年流年 五行的不同 生肖的不同 所以這個開運紅內褲 它裡面的開運元素就會不一樣 所以老師又稱它為叫做紅財褲 那到底 對 財褲 對 守財褲的意思 那什麼叫做有效的紅財褲呢 那男生和女生 它的開運元素是不一樣的 也希望大家在2021年 都能夠財運 旺旺 豪運 跟著來 那首先老師先來跟大家分享 2021年女性的紅內褲 它必須要具備什麼樣的 開運祕法在裡頭 來 我們來看看實體 來 那它的第一個開運元素 各位來看 這個叫做開運金藥鎖 它在我們整個紅內褲 其實中間的位置 這個金藥鎖呢 它其實是一個圖騰 它的位置 當你穿上這個紅內褲的時候 這個金藥鎖 它剛好是在我們人體七大脈輪 副輪的位置 那個這個位置呢 其實是我們人體的一個 最強大的一個能量點 它呢可以減少我們 化解我們才來才去 這樣的一個問題 差不多就是在丹田這裡 對 大概肚臍 肚臍 齊輪 齊輪這邊 齊輪 丹田這邊 對 好 那第二個開運元素呢 它叫做西金古銅錢 看這裡 這個古銅錢呢 把這個如意金藥鎖 包在中間 這個其實它的意思就是 代表聚財器 納財庫 那麼第三個開運元素呢 其實大家來看 這個叫做 八方來財的金稻稅 有沒有看到這個稻稅 一層一層的起來 它象徵著財富的能量 一層一層的往上來堆疊 也代表你辛丑年財運大發 南山的紅財庫的開運元素 很漂亮喔 大從前 對 第一個開運元素呢 叫做 財庫爆發的一個葫蘆 有沒有看到一個金葫蘆的 一個圖騰在這個地方 它的主體就是葫蘆的形態 其實簡單來講 這個葫蘆就是讓你化煞為財 那麼第二個開運元素呢 是太極 有沒有看到一個太極圖在這邊 太極扭轉乾坤陣 其實這是以太極的一個原理 然後它在裡面 氣在裡面流轉 它達到了五行平衡 它可以清除身上所有的負能量 讓你充滿了正能量 那麼第三個也就是最重要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兩隻貔修喔 咬財雙筋貔修 對 這個貔修正守了這個太極的葫蘆 讓你小錢 升大錢 然後迅速的來累積財庫 稻學來 一起結 來用這個喔 穿一下穿一下 舞鬼運財一下 你知道我們跳一個現在大陸 最流行的鬼步舞好不好 鬼步舞 好嗎 那 篤林彪 那就是 等 等 等 對 篤林彪也是跳舞 對 我有感覺到 很厲害 可是穿這樣子跳蠻荒唐的而已 沒有 不可以啦 反正前來 前來好運 來 對 好運 還都還原那個鴕鳥舞好了 財神已經來了 我感覺 對 是 是 穿上對不對 還有這個加碼 還有小人 對不對 最主要這個能夠讓我們 這個加持一下 舞鬼運財 財運的能量 好 其實老師還要提醒大家 不管是男褲女褲 一個有效的開運紅財褲 它裡面一定要有按錢袋 一定要有 沒有 它是不標準的 這裡 這可以放錢 是嗎 是 可以放一個招財的服 所以老師提供三個 這個加碼開運的PayPal 大家一定要記住 第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開運紅財褲 我們從除夕夜就開始穿 一直穿到大年初五 六天 因為這六天是青春當中 財氣最旺盛的時候 這當中你要打牌也好 要買彩券也好 你要去跟別人談 重要的事情也好 你都穿上這個幸運的紅財褲 它對於你的運勢一定會加分 那麼第二個 當我們穿上這個紅財褲的時候 記住喔 不管男生 女生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暗袋裡面 放一元跟五元的硬幣 因為它是金銀落袋 代表你賺的是正財跟偏財 就放在這裡面 然後穿上身 所以你的正財運 偏財運 都非常的旺盛 好棒喔 好 那第三個加碼祕法就是 我們在青春期間除了穿這個紅內褲之外 老師也建議大家同時 去穿上這一個 紅色的開潤襪 因為紅色它最能夠 接引地氣 然後它可以增加我們的 圓層的力量 那這個建議大家 在掃這個紅襪子的時候 上面一定要有皮修 也是招財 咬錢給你 對 你每走一步 你每一步都是步步身材 而且皮修也可以 往我們的事業運 那還有它的祕法就是 人難免都會有小人 所以這個也叫做 採小人襪 你不僅是招財 就還採小人襪 好可愛喔 幫你咬錢 幫你招財 幫你當小人 這好可愛喔 它還有一個元素 叫做 經營福祿受洗財 它代表是五福臨門 所以公一個襪子 它裡面就具備了 這好幾種元素在裡頭 所以紅內褲加上紅襪子 你這一年呢 覺得紅運當頭 對 紅運當頭 紅不讓啦 其實每一年 因為流年的關係 五行的不同 生肖的不同 每一年紅財庫 它的設計的元素 就會不一樣 那特別是今年跟明年 其實我們大環境 都充滿了 動彈不安的一個氣氛 其實大家都很緊張的 財小人 所以你看 意外事故特別多 突發的健康狀況 然後破財 然後工作不順 都很多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去改變大環境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去保護 我們自己的運勢 所以老師建議大家 其實內褲 我們每一天都要穿 每一天都要換的嘛 那二零二一年 它是不是動盪 我們不管 至少我們保護 我們自己 不讓自己動盪 我建議你每一天 都穿上這個紅財褲 讓你的運勢呢 因為你自己的保護 那起了一個金鐘罩的 一個功能在 其實開運真的很簡單 只要按照老師 給你的方法 在二零二一年 我相信你不僅是紅玉當頭 而且你的運勢是 衝上天 那這個開運祕法 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